各位好 我是廖曉君 所定義到現在辯論會已經進行到一半 緊接著就是三個人交互結論的部分 馬上要進行 到現在我們的語音投票 從剛剛第一階段聲論進行到現在 三人截至目前為止的表現 蔡英文那麼獨障凹頭 六萬一千多通 那麼其次是宋楚瑜 有三千八百多通 認為他表現比較好 那麼敬培莫座依然是跟第一場一樣 就是馬英九總統 好 接下來那麼三人交互結論 部分馬上要登場了 余昌案會不會持續發燒 我們來看看目前在辯論會的最新狀況 這是接下來的高空 歡迎大家回到2012總統大選 電視辯論的節目現場 我們現在就要進入今天辯論會的第三個階段 由三位總統候選人 依照先前抽籤排定的順序交互結問 首先由宋楚瑜先生提問 另兩位候選人分別回答 接著由馬英九先生提問 另兩位候選人分別回答 最後再由蔡英文女士提問 另兩位候選人分別回答 每位提問人的時間是一分鐘 回答的時間是兩分鐘 現在就請宋楚瑜先生提問 時間是一分鐘 世界論壇在2008年跟2011年的世界競爭力的報告當中 對台灣的評估都指出 在台灣做生意的前兩項最大的困難 就是政策的不穩定和沒有效率的官僚體制 在過去12年來兩位主席你們的兩個黨都輪流執政過 一個說是有夢最美 一個呢是說我們都已經準備好了 但是看看齊摩的網路的調查 2010年的十大民怨 第一名是政治人物無人 許多政策遭令息改 第三名是藍綠政治紛爭持續不斷 所以這次楚瑜要來參選 就是要致力致力以民生 終結藍綠 我要請教兩位黨主席 你們成為這兩大民怨的主角 你們應該如何向人民做解釋 請馬英九先生回答 時間是兩分鐘 有關這個IMD的調查報告 我們今年是拿到了全球第六名 關於政府效能的部分 確實是由宋主席所指出來這些問題 但是我們前年拿到 去年拿到第六名 今天拿到第十名 連續兩年政府效率都是全球第十名 換句話說 我們對自己不滿意 但是國際間對我們的評價 還算差強人意 所以我們不滿意的結果 就必須要繼續來努力改善 那麼就我們來講的話 經濟要發展 政府要連 要能 連的部分 我們大力的改善 貪污的情況 我們任命了一位司法鐵漢 來主持特徵組 我們成立的特徵 策略成立的連政署 然後調查局全面的查查 這個貪毒 讓我們政府更清廉 讓官僚的情況能夠減少 進一步我們就要提 提振我們的能力 那我們看得到政府在許多地方 都展現出它的能力 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要這個改善老舊橋樑 六年完成40座 我們上任之後改成兩年完成47座 這就叫做能力 又譬如說我們能夠改善兩岸關係 讓台海兩岸能夠和平共處 追求共同的繁榮 這些都是過去做不到的 我們當然有做得不夠的地方 但是從我們這三年多以來 所達成的成果來看 我相信民眾會逐漸的了解 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 那麼所以剛才我在深論 跟答詢當中都講得非常清楚 有一些工作 我們沒有辦法一步登天 我們一步步的來做 但是大方向是正確的 就是因為有這些大方向 我覺得民眾應該讓我們繼續做下去 才能夠真正的成功 謝謝大家 接著請蔡英文女士回答 時間是兩分鐘 宋主席剛才所講的 2010年的報告書 直指的這個政府效能部章 確實是企業界跟外商 普遍的認知跟感受 那麼尤其是在馬政府的這一任政府 這個整體的政府的文官體制 跟他的政務官 不能針對問題解決問題承擔責任 這是很多的外商跟企業界 共同所反映出來的問題 那麼剛才講到大力的查查貪污等等 其實馬總統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的司法單位 不顧司法人權正義的開啟調查 讓所有的文官都很懼怕被調查 而不肯承擔責任 反而壞了你的政府的效能 這個就是今天你的政府的問題之一 你依舊在這裡 你自己還都不知道 那麼至於這個馬政府的施政的這個整體 為什麼我們常常看到很多政策上的反覆 那麼從這個核四的問題到社會住宅的問題 到很多很多的政策層面到國光實化等等 我們看到的都是民進黨先主張馬政府才跟進 那麼顯現出來的是馬政府在整體的執政上 沒有中心思想 在政策的準備上也不足 所以造成政策的不穩 常常我們也看到政策的大轉彎 尤其是在兩岸政策上面的兩岸和平協議 更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 民進黨在2008年以後 我們也經過了檢討 所以我們的十年政綱 事實上是引領了近年來 很多公共政策領域的領先主張 都是我們先主張 然後由執政的國民黨跟進 所以我也要再次的強調 民進黨上一次執政 很多重大的建設 都是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完成的 而且我們的財政機率很好 我們的預算也到2007年 達到幾乎達到平衡 請馬英九先生提問 時間是一分鐘 蔡主席 辯論是為了讓人民了解我們的政策和想法 上次辯論會你迴避了許多問題 我這裡列舉幾個 比如說你身邊為什麼都是扁團隊的成員 你是否會特赦前總統陳水扁 為什麼民進黨不分區立委 名單前14名就提了4位被判刑的人 為什麼你還說你們的名單比國民黨的好 市值文宣傷害的農民為什麼你說不嚴重 政策反覆 你為什麼老說不清楚 你為什麼不敢承諾不讀 你不承認九二共識如何推動兩岸對話 臺灣共識究竟是什麼 為什麼都沒有內容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為何臺灣從經濟亞洲的模範生變成亞洲四小龍的末段班 蔡主席面對質疑 難道閃躲迴避是總統候選人該有的態度嗎 請蔡英文女士回答時間是兩分鐘 總統你剛才問的問題 我在你們在辯論後的這個國民黨的廣告裡面都看到了 可是作為一個總統 你應該要仔細著去想想 去回顧 在上一次的討論 在上一次的辯論裡面 其實我們每一個事情都有針對型的回答 特色的問題 現在不是討論的時候 應該要到定驗的時候才有特色的問題 這也是你在2008年的答案 我們在執政的很多的經濟指標 尤其是在我們把政權交給你的時候的經濟指標 跟你現在的經濟指標不可同日而餘 所以你如果要以經濟指標來做經濟政績的話 我們的政績其實是遠遠超過你 所謂不獨的問題 如果台灣中華民國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為什麼還有不獨的問題 我倒要請問您 如果你主張終極統一 你為什麼現在還講不同呢 至於九二共識 台灣共識的問題 我也一再的對您說 一再的向您解釋 您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你不是聽不懂 而是你不願意接受我的講法 台灣共識是符合台灣的民主程序 是符合台灣的民主的期待 我們必須要先有台灣共識 才能夠團結一致的去處理對中國的問題 這樣的基礎才能夠可長可久 比起九二共識沒有民主的基礎 沒有國家的整體的團結的一個凝聚 這個不會是一個可以暖結國家可長可久的一個基礎 至於所謂扁團隊的問題 我真的要跟馬總統講 站在我後面的是台灣人民 但是在你眼裡卻只看到的沉水變 人民都苦了四年 可是發現馬總統還活在2008年 四年了你還拋不開扁馬情節 你活在過去就讓人民成全力 讓你走進歷史 讓蔡英文和人民一起往前走 接著請宋楚瑜先生回答 時間是兩分鐘 雖然剛剛這個問題 馬主席是對著蔡主席來的 但是我也要說 他們兩位都做過中華民國一個很重要的職務 叫做事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但是他們兩位都對於大陸委員會到底處理的事情 它的重點在哪裡 好像兩位都不太清楚 我要請問他們兩位 到底是叫大陸這個事務委員會呢 還是叫做中國事務委員會 很顯然你們兩位都對這個問題沒有搞清楚 嚴格來講起來 我們的憲法非常很清楚地說明了我們目前的國家的現狀 法理的現狀和我們憲法的事實的這個務實的現狀 但是顯然我必須要說蔡主席您今天之所以引起很多的這些台商很大的這些顧慮和我們台灣經濟發展的很關心的人很大的顧慮 就是您如何讓全國的民眾安心您對於兩岸的問題不會造成我們國家和未來兩岸當中大家共同的顧慮 這就是剛剛馬主席所提到的您應該對這個問題很明確地了解得到兩岸已經簽訂了艾克法已經沒有回頭路兩岸在經濟發展共通共融的情形之下可以創造更好的這個先機 但是馬主席您也不要自我感覺良好覺得艾克法一簽訂那就是萬靈丹我到中部就看了好多的廠商說艾克法簽訂之後反而增加了他們很多很多的程序上的也都不方便您的施政的團隊應該好好去解決這些實質上的問題 現在請蔡英文女士提問時間是一分鐘 回答問題 回答問題 現在請您提問時間是一分鐘 馬總統剛才說過解決物價的問題要讓薪水追上來要讓我想起四年前你也說過房價要尊重市場的機制 要讓薪水追上房價 你甚至已把高房價當作政績 說台北市房價高漲是你市長八年的施政受到肯定 你當時也反對社會住宅說那個是過時的政策 這幾年你放任房價的炒作 在台北市的房子要16年不吃不喝才買得起幾乎四年前的兩倍 你執政的四年人民的薪資卻倒退了13年 雖然政府補助購物貸款 但年輕人說連頭期款都要存到退休哪有貸款的能力呢 馬總統 房價的標框 你是不是應該要負起責任 你是不是要向人民道歉 宋主席你同意我的看法嗎 請宋楚瑜先生回答時間是兩分鐘 我們目前的房價的飆漲 我們不能夠從台北來看天下 我最近到南部去看了 在台中好多的地方說過去十萬塊錢一瓶買的 現在台中除了重化區之外 不但沒有升反而降 我們去看了基隆好多的地方 過去二十萬買的一瓶 現在降成只剩下五六萬 所以房價所謂高漲 那是從台北看天下 他們兩位都住在台北太久了 從來沒有到台灣好好的去仔細去 好好去看看我們地方真正的實際的狀況 那就是我們今天看到這房價的高漲 就是因為人跟著產業走 跟著工作走 工作跟著產業走 產業跟著大勢在走 我們今天看到今天台灣的之所以 這些地區城鄉差距的不均衡的狀況 是整體的都市發展也好 政府的施政也好 只有看到台北大了財團 或者是沒有去看到中小企業 和中南部的實質上的狀況 所以房價的問題不是要去打房 而是要去打要去壓制或者不希望投機的這些情況 真正反投機我們要有機制 但是不是說只看到台北的地堡 認為全台灣都是地堡 事實上台灣有很多很多的這些地區性的不均衡 是政府將來必須要去強化的這個責任 最近我們看到的這些選舉 大家之所以要強調三中 這就是宋楚瑜參選的最重要的原因 接著請馬英九先生回答 時間是兩分鐘 剛才蔡主席提出來的質疑 謝謝宋主席幫我回答的一部分 實際上我們提出奢侈稅 就是打擊短期房地產的投資 而從事以來已經發生了成效 在房價特別高的北部地區 飆漲的情形已經有所改善 交易量也有減少 但是這個還不夠 我們還需要採取查稅的方式 在過去一段時間 財政部查那些豪宅的交易 確實發現了一些問題 因此也有效地能夠加以糾正 宋主席說得不錯 房價真正高是在北部 中南部有的地方房價不漲反跌 可是我們對於租屋的補助 將來我們從現在是3,600一個月 我們把它增到4,000 並沒有分地區 也就是說我們對於中南部 它4,000塊 比台北的4,000塊要好用 其實這也是我們 也是一種幫助南部鄉親的做法 事實上我們不是要打房 而是希望房價能夠合理化 所以我們最近通過居住正義無法 也是從這個地方 各位想想看 如果消費者 根本不知道實際的交易價格是多少 他買房子之後 他怎麼可能跟這個房地產 中介業者打交道呢 所以當我們主張實價登錄之後 到時候不動產交易的資料 逐漸的透明化 對消費者的保障就會更多 有些少數不肖的建商 就沒有辦法去炒作 而造成消費者受騙上當的結果 所以大部分人都贊成不動產交易的透明化 這也是我們推動居住正義無法 非常重要的目標 那麼當然我們現在在房價的問題呢 是一步一步的從制度面 從實務面 從法制面來改善 我相信會有成功的機會 尤其是當我們把這個合一住宅跟社會住宅 大量推廣之後 房價不合理的現象 應該會得到部分的改善 這是我們非常重要的目標 謝謝 接著我們將進行第二輪的候選人交叉結問 回答的順序會對調 請宋楚瑜先生首先提問 時間是一分鐘 這幾天 處於到民進黨執政的雲林縣 看到還有300位兒童沒有飯吃 要靠我們的社福團體在救助 我也到了國民黨執政的基隆市 看到原住民居住的環境 之惡劣 八個人擠到不到十坪的一個小房間 去年大陸的陳光彪先生 跑到台灣 在過年的時候來發紅包 引起許多的爭議 我想請問馬總統 您會不會在今年怎麼樣 幫我們這些低收入富 來好好的過年 你們兩位主席 一位是從台一線 從台灣委走到台灣頭 一個是從台灣頭碎到台灣尾 你們有沒有看到這個問題 這麼多都是從台北看天下 不僅造成貧富之間差距越來越大 請問你們兩位執政了12年 到底對這個要不要負一些責任 請蔡英文女士回答 時間是兩分鐘 我相信宋主席剛才所提的是個案 而且是我們應該要聚焦 而且要關注的個案 但是台灣今天所面臨的問題 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整體的問題 貧富差距是在擴大當中 整體的社會是在貧窮化 尤其是中產階級已經開始也開始貧窮化 那麼中下階層就不用說了 所以社會福利的體系必須要有一個完整的思考 我們要把社會體系裡面最末端 最需要照顧的人 我們應該要有一個完整的體系來照顧他們 重要的是我們在末端執行的這些人員 要有足夠的人力 要有足夠的社工 要有足夠的財政的資源 讓他們能夠有在第一個時間 可以提到他們所需要的資源 那麼至於剛才我們宋主席講的這種區域發展的失衡 造成房價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情況 這個也很清楚 那麼我們現在真正問題的房價的問題 其實就是在台北市 也就是我們馬總統曾經做過八年的市長 在經歷過四年的總統的任期 都沒有處理到的這個台北市 尤其是北部地區的房價飆漲的問題 這個房價飆漲的問題 這樣會使得都市裡面很多的人 他沒有在我們適合的房屋政策 尤其是都市更新政策之下 他可能會放棄他們在都市裡面的居住 而必須被迫移除 或者他們繼續住在都市裡 但是他的居住的環境非常的不好 這些都是我們台灣社會的底層裡面 非常非常多 尤其是整間住在裡面的住戶更是令人不堪 這個是需要有政府持續的體貼的來照顧 接著請馬英九先生回答時間是兩分鐘 蔡主席你說我做了八年台北市長 沒有解決台北市房價飆漲的問題 對 因為我當年地方首長 根本沒有這個權限 但是我一旦當總統之後 就推出奢侈稅 就使得不但是台北市 新北市的房價飆漲的情形就有改善 然後我們又積極地去查豪宅的稅 這就是我做了總統 就能夠把我在市長做不到的事情做到了 更重要的是宋主席所講的個案 一個是雲林 一個是基隆 宋主席我老實告訴你 台北也有 絕對不是只有這些地方有 我們貧富差距確實是不簡單 需要我們關心 但是台灣貧富差距最大的時候 是民國90年 貧富五等份差6.39倍 那個時候是民進黨執政 我們現在減少了一點 但是減少還不夠多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幾年來 大力的推動 社會福利的政策 勞保年金 國民年金 這個有關社會救助法 大量擴大 然後最近又開始照顧 那個八項 在18年來沒有調整的福利今天 還有很重要的 明年我們預算編列了 加上這八項今天加起來 有4200多億 這是中華民國有史以來 社會福利預算變得最多的一次 所以我們當然希望將來 把這些東西都制度化 因為有一些弱勢的族群 你給他工作 他也沒有辦法做 所以增加就業我剛剛講 我們三年半 增加了35萬的就業機會 民進黨只增加了14萬 我們就是靠這些努力 才能夠使得就業人更多 否則情況會更糟糕 沒有辦法就業的 或者沒有工作能力的 就給他獻款 給他其他的福利 讓他逐漸能夠跟上這個社會 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但是社會福利無疑的 是我們未來非常重要的目標 透過立法 透過實踐 透過增加補助 讓他能夠在這個社會上 找到他們立足的基點 謝謝 現在請馬英九先生提問 時間是一分鐘 蔡主席 昨天你開的記者會 獨白了10分鐘 其中有7分鐘都在污蔑我 我剛才在聲論中 已經做了正面的回應 蔡主席 很多民眾都質疑你 你卸任之後還在家中聽取 國發基金官員投資的簡報 我正中宣誓 我卸任後絕對不會 要官員到我家來報告 我也絕對不會 利用政府的關係來賺錢 蔡主席 你難道不知道公務員卸任之後 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嗎 你難道不知道 國家領袖的道德水準 跟自我要求應該要更高嗎 你難道不知道發展生計產業的目標 不論怎麼偉大 自己都不能參與投資跟獲利嗎 以前李國底沒有 孫運賢沒有 趙耀東也沒有 蔡主席 你應該利益迴避時不迴避 面對問題時卻一再迴避 民眾還在等你的說明 請宋楚瑜先生回答 時間是兩分鐘 又來了 這不就是說 我們選舉 還是在炒來炒去 你想想看 這樣炒來炒去 在從2000年到現在 對台灣民主到底有什麼幫助 我必須要很嚴肅的說 我們看得到的 那就是在當年2000年的時候 國民黨也提出同樣的這些指控 但是蔡主席 您還記得那時候民進黨 是怎麼樣子對我的嗎 所以今天我要在這邊很嚴肅的說 台灣需要有連的政府 也要有人的政府 那就是連人的政府 是台灣所有鄉親共同的期待 但是我們看得出來 那就是2000年的時候 大家厭惡了在國民黨那個時候 所衍生出來的黑金問題 給予陳水扁以很大的機會 但是陳水扁 卻辜負了人民對他的期待 但是中華民國法網恢恢 殊而不漏 今天他依法在那邊服刑 但是從另外一方面來講 我們必須要很嚴肅的說 這個問題我們要去問的時候 如果這個問題 是冤枉了我們的蔡主席 國民黨您會覺得怎麼樣 如果蔡主席 你有話講不清楚 而把這件事情弄得很複雜的話 讓台灣的民主現在變成不是在討論我們的公共政策 卻是在討論一個人的個人的操守 這才是使得我們這次的選舉變得掉 所以藍綠啊 請你們通通可以掃席 讓宋楚瑜好好為大家來顧民生比較好 請蔡英文女士回答 時間是兩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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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主席剛才的 說法 我想 在這裡再一次的強調 關於這個生技產業的事情 我沒有違法 而且我也事先都跟向行政院 能夠去詢問 而且取得行政院的意見 是沒有違反第一衝突 也沒有違反旋轉門的規定 這個是非常清楚的事情 那麼最近一來 一連串的這些選擇性的釋放消息 以物質 就算是物質或者是變造的這些資訊 跟公文來抹黑我的這些情勢 讓整個政府變成是一個選舉的機器 讓整個政府的政務官 變成是一個打手 難道馬總統你不需要負這些責任嗎 我們的司法機關也配合 在這個時候 這麼配合得這麼好 來開始偵查 這個案子已經在行政院 已經有三年多 檔案都非常的整齊 為什麼在選前一個月 才變成是你們很關注的事情呢 那麼一個總統的青年問題 我要告訴馬總統 你也有被質疑的地方 而且也尚待被檢驗 馬總統你究竟有沒有收富邦 一千五百萬的政治獻金 雙方說實都說不攏 好像也還沒有真相大白 你的黨產歸零 似乎是越歸零 後面的零越多 一年可以收二十九億的鼓勵 總資產應該上千億了 你不要忘了當年的黨營事業 當初有許多是靠政府的特許 抹取的暴力 現在還有國發院的開發案 雙子新開發案 國民黨黨產進漲幾百億 這些不當得利 難道你不需要負責嗎 難道你 現在請蔡英元女士提問 時間是一分鐘 馬總統在上一次辯論說 他改變了國民黨 事實上在過去的四年 國民黨有三個本質沒有改變 第一就是我剛才講的 不公不義的黨產沒有改變 買票會選的情況也沒有改變 負面選舉的手法也沒有改變 唯一改變的就是馬政府變成 小圈圈的決策 甚至是體制外的人 躍權指揮政府 破壞國家體制 黨產也越來越多 請問馬主席 改變不公不義的黨產 改變買票會選 和負面選舉的手段 有這麼困難嗎 你贊成制定政黨法 放棄用黨產和黨營事業來選舉 和蔡英文一樣 用小額募款 黨費和政黨補助款 來經營一個政黨 讓政黨競爭能夠公平嗎 也請宋主席 對馬總統的領導力 在這一方面做一個評價 請馬英九先生回答 時間是兩分鐘 有關黨產的問題 是我最早在95年 就開始改革交付信託 同時也開始進行標售 有的取得方式有問題 都歸還給政府 但是因為這幾年經濟不景氣 標售都不成功 假如我們還會繼續做 將來成功了 除了必要的管理費用 人事退休的費用之外 我們會捐助公益 這個承諾都沒有改變 那麼提到有關會選的問題 會選是台灣選舉文化當中 這不可承受之重 我們有會選的黨員 我們都會依法依照黨章來處置 不會輕重 負面選舉 蔡主席貴黨真的比我們強太多了 沒有任何證據就可以說 我跟黑道主頭密會 還收了他三億元 這個事情 蔡主席從來沒有表示過 道歉或者做出任何的更正 那麼說我們小圈決策 我們決策的體制其實是蠻大的 只是蔡主席不知道 至於說政黨法 我們過去都提到立法院了 可惜跟民進黨有不同的看法 到現在都沒有完成 蔡主席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非常重要的 就是因為我上一次特別提到 馬英九改變了國民黨 而民進黨卻改變了蔡英文 你說我一直看陳水扁活在20世紀 蔡主席 是因為你身邊一直有民進黨的人 我要不看都沒有辦法 這麼多在那兒 我眼光都沒有辦法避開 你如果不跟他們切割 大家還是一直會看下去 過了這麼久了 你從來沒有為陳水扁 在台灣所帶來的禍害 道歉過一次 228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還沒有出聲 我每年都在道歉 因為我願意概括承受 而你卻是不願意 蔡主席 這個才是我們兩個最大的差別 謝謝 請宋楚瑜先生回答 時間是兩分鐘 剛剛蔡主席所提出來的問題 蠻有意思的 我有兩點可以加以這個評論 第一 負面這個選舉 坦白講 負面選舉的主司也 可能是跟蔡主席的比較 那個黨比較有點關 但是國民黨也不慌多讓 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所做的這些事情 我們應該也要好好的去檢討 那麼第二個 我必須要講的 就是蔡主席剛剛提到了 小圈圈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 我不適於去批評或者是評論 國民黨和民進黨如何決策 坦白講 蔡主席 您大概也深受其苦 您在跟民進黨之間的這些溝通 也發生一些困難 一樣的 我比較要從高一個層次來說明 就是作為一個總統 是不是可以小圈圈 我們今天看到的是 馬總統真正值得 我們大家需要提供他的一些建議的事 這將近快要四年來 他有沒有很誠心的 跟其他的在野黨好好去溝通 你的重大的決策 是少數幾個人決策 有沒有跟國民黨內部 好好去做好決策 你有沒有跟對岸去做一些溝通 來你只要提出的 這個什麼公投的案子 有沒有去做過溝通 你有沒有去跟我們最重要的友邦 也去做做溝通 這種小小圈子的決策 那個才是真正我們感受的 很深切的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要改造的 就是要不分黨派 不分族群的決策這個模式 我在做省長任內 沒有一位民進黨的公職人員 批評過宋楚瑜 這個方面我的記錄 謝謝 第三階段的辯論 到最後